据媒体3月9日报道 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第二条075-27攻击舰已经成型 虽然武器雷达还没装上 防锈底漆也尚未喷刷 但其主要结构已经搭建完成 第一艘075于国庆70周年前夕下水 至今仅半年实践 075-27攻击舰结合直升机航母和登陆舰功能 可承载登陆艇、气垫船、直升机、垂直起降战斗机等两栖作战装备 同时还可搭载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据官方公开的数据来看 075满载排水量接近4万吨 吨位略小于美军美国级两栖攻击舰 与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大致相当 当然了 相对于航母来说 两栖攻击舰在建造上要简单一些 航母一般需要30节左右的航速 精密复杂的指挥中枢 而且对防守的要求可谓重中之重 而两栖攻击舰指挥中枢比航母简单 航速要求也不高 整体造价不到航母的50% 大规模两栖作战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 其成败取决于空中海上双重优势 以及陆上提供补给的速度 对于我国在东南沿海区域的两栖登陆站而言 用直升机垂直登陆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8万公里海岸线的大国 两栖登陆作战曾一直是中国海军的短板 1996年台海危机时 由于没有足够的登陆舰 解放军只能坐着渔船进行登陆演习 场面十分悲壮 新世纪以来 中国海军大力加强了两栖兵力建设 目前海军已服役四艘071型两栖船务登陆舰 舰尾可起降直升机执行超地平线登陆 舰尾物舱还可投放气垫登陆艇执行平面登陆 很显然2万吨的吨位无法满足中国海军日益增长的需求 幸运的是 我们的075型两栖攻击舰已经下水 有望在2020年正式投入使用 回望96年台海大演习 当时解放军登陆演习 连像样的登陆艇都没有 24年后的今天 中国海军的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那么随着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入役 如今解放台湾究竟需要多久呢 为此我们根据远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长期负责对台军事准备的王洪光中将 此前发表了一篇登陆台湾的作战设想 根据如今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 使用战争模拟引擎 推演了一场中国海军 使用075型两栖攻击舰 对台湾发起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 我们把这场模拟战斗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刚与军事回复075 看看以如今解放军的实力 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解放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